原來就是永和有個最大的公辦都更案出現 這個叫聖XXXX這個案子 這個案子你知道它開多少鐵嗎 開每坪五十五萬起跳 這是在什麼地方 你先跟我講一下公辦都更你要論建材 你要論location 而且你拿這個來跟地保比 我如果是地保的住戶 我如果要地保 你拿什麼比什麼 我們先來看它的location 它附近有大公園仁愛公園 而且它可以看到新電溪的景觀 有漂亮的view 而且它走到樂華夜市去只要10分鐘而已 所以生活機能也算OK 那麼這樣的一個案子 你看它還有什麼優點 它還有個優點 你看它主打公社比不用30% 29.97% 而且最重要的是什麼 是什麼 它根據現在新的 雨澤不登記也不計價 這個東西就有差了 今天這個房子 你可以用到更實惠的價格入袋 沒有錯 所以這個案子推出來的時候 你不要說什麼 光是人家推出來的時候 你知道上門看屋的超過百組啊 好 所以你說有沒有關係呢 光這個數字 我就覺得 當然有關係 沒有錯 那麼多的客人吸到這個地方來 所以我剛才在擔心說 賣這麼高的八字頭 會不會因為這樣的一個價格破壞之下 夠鬼嗎你啊 可能再過一個月半個月 繼續follow看看 這個數字可能就會軟下來囉 沒有錯為什麼 因為確確實實告訴你一件事情 什麼事 價格破壞 買方會被吸引過來 對 要不然那麼多上百組的看屋的人 甚至賣了兩億的銷售金錢 難道是假的嗎 對